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我們的節目 股市操作 尤其指數的操作 指數操作 你想掌握趨勢 你想掌握大波段的活力 你一定要依賴依靠專業的工具 聽清楚 指數操作 絕對要依靠專業的工具 依靠AI程式 依靠主力籌碼 只有AI程式主力籌碼 才能很明確的訊號 甚至可以預判趨勢多空的轉折 所以你必須擁有專業的工具 必須擁有AI程式 依靠主力籌碼 你必須要有明確的多空訊號 甚至要能夠很精準的預判趨勢的轉折多空 你才能掌握趨勢 才能掌握大波段的獲利 所以AI程式主力籌碼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就像你到醫院檢查身體 不是讓醫生用眼睛看 你必須要有什麼 你必須要有血壓劑 你必須要有專業的工具 你必須要有血壓劑來測你的血壓 你必須要有血糖劑來測你的血糖 對不對 血壓血糖不是讓醫生猜 更不是叫你自己去算 所以很多操作指數的投資朋友 檯面上一些老師 都給你很錯誤的觀念 還叫你去學技術分析 還要怎麼算多空 我講很不客氣 等你算完已經收盤了 對不對 不是每天猜多空 猜大小 你必須要有明確的訊號 AI程式主力籌碼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訊號 甚至能夠預判趨勢 來 全國投資人 今年我們所有全國的用戶 所有全國投資人自己清楚見證 4月份 AI程式有沒有帶著全國投資人全力放空 你可以去問我們的用戶 你甚至可以問我的會員 4月份我們有沒有帶全國投資人去放空 如果沒有 不要客氣打電話進來 我張道陪你800點 4月份有沒有叫你放空 4月份為什麼叫你放空 來 答案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主力抽碼轉空 對不對 AI程式訊號轉空 主力抽碼轉空 所以4月份11077叫你空 趕快空 空下來不是800點嗎 空下來不就800點嗎 5月份是不是告訴你翻多 主力籌碼翻多 AI程式翻多 訊號都是多 上來又快800點了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轉折都不是用猜的嘛 7月份10994是不是叫你空 為什麼要空 回答我 是不是主力籌碼轉空 是不是主力籌碼轉空 AI程式訊號轉空 AI程式空訊主力籌碼轉空 一下來又800點不好意思 這次從8月份10149 302550 一路告訴你拉回做多 為什麼 來 回答我 主力籌碼 一多到頂嘛 是不是 所以從4月份以來 空多空多四趟 1234 四趟800點耶 你告訴我 AI程式有哪一趟會做錯 血壓計有哪一次會量錯血壓 答案就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你要成為贏家 不是做夢 不是幻想 而是你必須要擁有什麼 專業的工具碼 AI程式主力籌碼 一擁有AI程式主力籌碼 請你告訴我 我今天4月份以來空多空多四趟 1234 四趟800點 全國用戶做見證 有哪一趟做錯 哪一趟做錯 講錯 看錯 不要客氣 打電話起來 我們賠你3000點 1234四趟 所有用戶一起看 一起見證 你的老師每天在那邊拆多空 4月份做多的一大堆賠800點 7月份做多的又一大堆又賠800點 你跟人我跟你講 那個錯誤層出不窮 所以今天你量血壓 為什麼不要叫溫太醫把脈 不能出錯 所以為什麼要血壓計 為什麼要有專業的工具 為什麼指數操作 你一定要有AI程式 為什麼 為什麼要有AI程式 你必須要有明確的訊號 甚至預判趨勢多空 對不對 這次8月份一路多 上來不又800點嗎 這次從9月18號1097 9月18號這一天 已經跟你公開預告什麼 跟你預告什麼 主力籌碼已經怎樣 主力籌碼已經怎樣 已經怎樣 醞釀高檔收斂了 有沒有 已經在高檔區了 所以從9月18號在這裡 在這裡已經跟你報告了 主力籌碼會開始高檔鈍化 甚至面臨整個下降壓力結構 所以逢高 從9月18號已經告訴你 逢高要放空 已經跟你規劃這個行情 會怎樣 開始高檔震盪甚至拉回 來回震盪 但是轉空了沒有 自己眼睛見證 主力籌碼轉空了沒有 還並沒有轉空 如果像這裡 一旦轉空 那不要囉嗦了 崩盤了啦 像7月份 一旦轉空崩盤了啦 現在轉空了沒有 沒有 但是長多已經開始頓化 所以從9月18號 已經告訴你這個盤 會開始 由於高檔的壓力 會開始出現怎麼樣 像類似怎麼樣 類似高空彈跳 有沒有看過高空彈跳 就是這樣上上下下來回 怎麼樣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 整個趨勢是扭轉的 甚至醞釀往下 這個你要小心 所以我們從9月18號 已經告訴你 你這裡要賺錢 你不能死多頭 你也不能死空頭 你要懂得怎樣 這裡要懂得怎樣 懂得逢高 對不對 彈高空 拉回 對不對 低檔 回補翻多 你要懂得來回 高空彈跳的作用嘛 你看看這半個月來 是不是這樣子 從9月18號 空下來是不是100多點 回補翻多 是不是又100多點 最精采的 從10月1號這一天 10月1號這一天 我們怎麼操作的 一早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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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號 這一天我們是怎麼 帶頭自然操作的 對不對 你看這半個月來 是不是完全照我們 事前的規劃 高檔來回正當 從9月18號空下來 是不是100多點 空彈回補翻多 是不是彈百點 10月1號這一天 長紅大漲 你呢 你的老師又在全力做多 對不對 你一做多 馬上又擊殺了快200點 所以這個盤目前 並沒有轉空 但是是標準的一個 高檔震盪結構 所以你要懂得彈高空 懂不懂 彈高空拉回多 拉回低檔回補翻多 彈高空 像高空彈掉一樣 這是操作的技巧 所以10月1號這天 長紅大漲 來 全國投資人 甚至全國LINE的同學 現在一萬五千人 一萬五千人 所以我的責任很重 現在LINE有一萬五千同學 靠我 靠AI程式 所以我們怎麼能讓人家賠錢呢 我們當然要給你一個明確的訊號 所有我們LINE的同學 你趕快輸入KING518 你看看哪一個重要的轉折 我張大文不是盡心盡力的 幫助我們全國同學 10月1號早上10點43分 全國同學見證 壓力10950 但你幹什麼 放空 10月1號長紅大漲 我叫你放空 950趕快空 當天收盤還在954 你通通空得到 對不對 為什麼叫你放空 答案知道嗎 行情我說並沒有轉空 為什麼 趨勢力道很清楚 對不對 行情轉空了沒有 還沒有 目前只是高檔鈍化 類似這個地方 懂不懂 高檔鈍化 並沒有轉空 為什麼要放空 答案簡單 既然是一個談高空的結構 逢高當然要空 放空的目的為什麼 賺錢 指數100點一口是2萬 如果200點一口就4萬 我當然要帶著全國同學賺錢 所以這是個絕好的機會 所以10月1號大漲 彈高空 對不對 這裡人要把握彈高空 對不對 10月1號950空 10月2號還在高檔 10月2號還在高檔 對不對 這一天還在高檔 還在高檔震盪 趕快空 所以10月1號2號這兩天 我們帶著全國同學趕快放空 10月2號一早再衝到948 我們10點22分 全國賴的同學 全國賴的同學 大戶AI城市10點22分 10945945 趕快加碼放空 有沒有 一早9點17分 950波段空單續報 已經告訴你壓力在945 10點22分945附近趕快空 到了10點50還在948 所以我們10月1號950 10月2號945 帶著你趕快放空 對不對 因為這是個彈高空的結構 空下來你告訴我 接下來有沒有賺錢 10月3號有沒有賺錢 請你回答 10月3號有沒有帶你賺錢 請你回答我 跳空大跌 是不是快200點 所以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如果10月1號 10月2號不跟著我們趕快空 10月3號跳空大跌的快200點 你怎麼賺錢 你怎麼賺錢 那你10月1號10月2號 你跟著老師還拼命做多 那10月3號跳空大跌 是不是跌了快200點 你不魂都飛了嗎 你看到沒有最操作的技巧 所以我們為什麼10月1號2號 趕快空下來 是不是快200點 177點 大跌了我們講過 這裡還並沒有轉空 所以高空要懂得低補翻多 他會來回震盪 所以10月3號有沒有 全國賴的同學 9點12分10798 9點12分10798翻多 有沒有 高空彈跳拉回低檔翻多 所以10月3號告訴你 798翻多 10月4號有沒有 告訴你845再多 845再多有沒有 低檔翻多 今天一早呢 自己看看 又是139點 所以你跟著我們 10月1號2號 AI城市領先預告 高空彈跳對不對 彈高空 下來是不是送你170點 先送你170點 這都不要去拆 那接下來798翻多 今天呢 是不是139點 那你告訴我 空多兩趟來回 不就輕輕鬆鬆又幫你掌握到300點的行情嗎 對不對 從10月1號2號空下來 170 翻多到今天130 多空兩趟 這不是300點嗎 所以你看財富是這樣子來的 指數操作不是在那邊硬喔 死多死空 從10月1號到今天坦白講 指數還是在10900附近來回震盪而已嘛 你從上禮拜死多頭疊下來翻多 到今天你恐怕還是賠錢啊 對不對 你上禮拜950拼命追多 很多老師950拼命做多 疊到7幾 今天談到991幾 你還是賠錢嘛 所以你死多頭 這一個禮拜你是賠錢 死空頭你也沒賺什麼錢 但是你跟著我們懂得把握高空彈跳 高空低補翻多 來回兩趟 上禮拜10月1號先空下來 170 下來翻多 130 你這樣子不就兩趟 幫你又掌握了300點的行情嗎 一口6萬了 你為什麼不要 答案就這麼簡單嘛 好不好 恭喜大家 所以短線要懂得高空低補翻多 來回震盪 今天一早再度衝高 衝高以後還是一樣 這裡的策略是不改變的 談高空是我們目前不改變的策略 這是我們賺錢的一個策略技巧 對不對 你不談高空你要怎麼賺錢 拉回再低檔翻多 懂不懂 所以今天又談高 讓我們看一下 我們講過AI程式 短充的操作朋友 喜歡短線當充的操作朋友 對不對 你每天其實我們講過 你不要貪心 掌握到50點的行情 每天掌握到50點 聽清楚50點 你每天能夠很明確的 有一套專業的工具 有一套專業的AI程式 對不對 必須要有明確的訊號 甚至還能夠預判趨勢力道 這很重要 多空要能夠預判 要有明確的訊號 你每天掌握到50點 一個月你是二十幾萬 50點一口就1萬 我沒有說你要五口 要你滿艙 檯面上很多做軟體 老師有時候聽得真的很可笑 什麼上多下空 叫人家要接滿艙 這是什麼 做期貨沒有風險的 帶人家是西巴拉去拼 不是 你每天一口50點 你掌握到這樣一個操作的技巧 依賴了專業的工具 那你一個月就是二十幾萬 對不對 而且是很輕鬆 很清楚 所以看一下今天AI程式一早 一早來導播拉近一點 對不對 一早開低下來 是不是 10910有沒有 9點35分 109這裡導播 10910翻多 那一翻多上去你自己看一下 對不對 尤其有沒有看到 趨勢力道 主力籌碼 由空轉多 一多上去 攻上來 對不對 多少點 你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將近快30點 對不對 一早910翻多 強談到937 是不是將近快要30點的行情 先幫你掌握這230點的行情 接下來到了10937 這個地方在10點鐘左右的時候 10點鐘左右的時候 請你回答我 趨勢力道發生什麼事情 趨勢力道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轉空 所以今天你有主力籌碼 趨勢力道 一早910 一多上來20多點 接下來到937 是不是轉空 是不是轉空 好 既然轉空了 所以我們下達指令 全國同學 有沒有 9點55分 9點55分 930附近 反手放空 反手空 對不對 導播拉近點 連加入LINE的都有 是不是9點55分 930叫你放空 你現在懂了吧 所以為什麼今天9點55分 為什麼930要叫你空 就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趨勢力道轉空嗎 不就很清楚嗎 所以今天一早910 對不對 先短多一趟 衝上來20多點 到了937 你的老師937 又拼命追多了 那我們有AI程式 就是主力籌碼轉空 趨勢力道轉空 937空 所以是不是告訴你 930附近趕快空 9點55分 尾盤 是不是殺到908 是不是又快要30點了 所以你看看 今天AI程式一早 20多點 930附近反手再空 是不是又快要20多點 30點 那兩趟呢 是不是快50點 所以今天短衝 你有AI程式很清楚 一早910 對不對 先短多一趟 上來930 為什麼叫你空 趨勢力道轉空嘛 所以一下來 又快要30點了 所以今天輕輕鬆鬆兩趟 是不是一樣能夠幫你掌握到 50點的行情 最重要你要有專業的工具 所以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指數操作 現在已經不是 以前打迷糊仗的時候了 那AI程式 對不對 從4月份空翻多 空翻多 四趟已經是3000多點了 接下來多方力道已經開始鈍化 甚至醞釀 醞釀 醞釀 目前轉空了沒有 沒有 我必須 對不對 所以看得很清楚 他既然沒有轉空 所以是一種高檔壓縮盤 但是已經開始慢慢醞釀 甚至有向下的這樣一個 有這樣一個領先的這樣一個味道 這個我們再注意好不好 一旦趨勢力道 醞釀轉空 那不客氣全力放空 全力放空 然後目前已經是高檔鈍化 所以短線上高檔又高空低補翻多 他會來回震盪來交代這個盤勢 來交代這個趨勢的方向 所以短線上醞釀這樣一個高空低補翻多 你看看短短兩點對不對 短短的從十月一號第一趟空下來 不就一百七十點 然後下來翻多 今天又一百三 兩趟也三百點 所以短線上大盤還可愛的很 你把握高空低補翻多 來回駕叉操作 一樣可以很輕鬆的掌握到三四百點的行情 好不好 那很希望大家 把操盤大師把他請回家 你必須要有專業的工具 你才能成為市場的贏家 今天你不能靠眼睛靠猜的 靠感覺 那怎麼可以 看到掌一做多 停損 看到疊一放空被尬 你不能再靠感覺了 你必須靠專業的工具 把AI程式帶回家 好不好 一起發軟體加電腦 日盤甚至夜盤 我們還會有專業的聚會 跟專業的教學好不好 尤其歡迎救會員 最近很多救會員 對不對 那也看到我們今年以來 AI程式的全新版 全新版 那我們現在2020的全新版 好不好 全面的推出 所以救會員歡迎回到娘家 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讓你一起來分享 歡迎大家 好不好 好好把握 一起發 跟著把專業操盤工具 把它帶回家 避震了 怎麼辦 一 好想 二 有目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 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定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我的車啊 油門一吹下去 沒有任何一個人看得見 我的車尾燈 這麼神氣喔 很怕 前車以上 對我那麼好 當然我 要分自己放棄線 先生 先生 這麼神氣喔 還把警察當酒友 你剛剛造勢了 人家是要怎麼樣 看得到你的車尾燈 你再不信心九次了 我將送你去醫院鞋檢喔 酒駕 林航漢全民同心 白酒駕 現在公路危險罪 一種法斷 好 今天是人工AI程式智慧的時代來臨 所以尤其指數的操作 你絕對要依賴專業的工具 依賴AI程式 依靠主力籌碼 你必須要有明確的訊號 甚至預判趨勢力道 你不要買一個軟體回家 每天箭頭七八個 一下上一下下 那你要何所是從 忽多忽空 那不可能賺大錢 你必須要有明確訊號 預判趨勢力道 你看AI程式今年從四月份 11077一空到底 不就很清楚800點 110227五月份 一多到底又800點 對不對 然後到七月份一空下來800點 八月份一路多800點 來到這個地方 已經告訴你下降壓力 已經告訴你趨勢力道 已經主力籌碼開始頓化 所以告訴你要高空低補翻多 你看看這半個月 是不是完全照我們的規劃 這半個月行情是不是就 就在這個地方原地震盪 半個月前就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10月1號彈高 是不是叫你趕快空 950趕快空 10月2號945趕快加空 是不是一早170點 上禮拜798翻多 對不對 10月4號845再多 今天一早130點 你看看兩趟不就300點嗎 好不好 今天早盤9點55分 再衝到930 彈高一樣空 彈高還是要空 空下來不又快30點嗎 對不對 所以短線彈高空策略不變 要怎麼操作 歡迎投資朋友 不要猜不要讀 趕快把操盤大師請回家 一起發計劃 尤其救會員回娘家 意想不到的surprise 跟你一起分享 本部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拔線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顧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評估